一开始先用SB跑一张图 图的尺寸是888x1024 SB参数只设定 Tformer 显示卡为206012GB 显卡记忆体最大会吃到8.1G左右 OK 就以这张图为基础来和SDXL做比较 将正反Prompt和参数原封不动扳到SDXLDEMO 题外话 今天更新SDXL发现0.9不见了 这令人有点想象的空间 不过也没有写1.0啦 官方都还没出来 这样的图形尺寸显示卡记忆体最大就吃到11G左右 每一张图的生成时间大约26秒 SB的图片生成时间大约为14秒 图片不行 再跑一次 还是不行 再跑一次 好吧 这招勉强可以 来比较看看吧 左边是SD使用Chill Out Mix 没有加任何的Laura跑出来的图片 右边是同样的正反Prompt和参数用SDXL跑出来的图片 来把这两张图片都用SDXL的Refine 以不同的数值再跑一遍 因为SDXL的Refine设定为0时会出现错误 所以测试的数值是从0.1到1 终于跑完了 来看一下有何不同 感觉有点像是图生图的Denorz's Ranch和CFG scale综合体 感觉了老阿贝没去看Refine的文件说明 就是以一个普通人来做图片的测试这样而已 老阿贝还有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人用牛排来测试 预示老阿贝也模仿了一下 你们可以猜猜看哪个是SD 哪个又是SDXL生成的 答案揭晓 左边是SDXL 右边是SD 听说SDXL官方会在7月中旬左右会推出1.0版 应该就是下个礼拜 到时候再来测看看变化多大咯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如果影片对您有帮助的话 再记得帮老阿贝订阅分享加按小铃铛 谢谢大家 祝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谢谢大家